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安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我们就讲一讲世界时事都是第一则新闻 这个扎烈斯基大反攻缓慢 不过他好像又找到一个理由 为什么会这么差呢 就说你们西方做了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是延迟了攻武器的动作 太慢了 太厉害了 都不是第一天了 他昨天警告西方 在你未警告 未谴责西方之前 你大反攻需不需要将西方延迟交付军备的因素 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呢 没有的 不需要的 他觉得这应该是你加快的因素才令到他大反攻完成得漂亮 明白吗 他是觉得这样的 扎烈斯基昨天就警告西方 就是因为你们 你们这些西方国家交付武器速度变慢 威胁到我的大反攻行动 他说真是很厉害 他说 为什么这么差 你不要说我 是你们慢 搞到我这么惨 他就呼吁 提供威力更强的长程军备 才可以击败俄军 这个老生长谈 你都不是第一次听了 现在他就说你比得慢 比得不够劲 所以搞到大反攻 一向你都听到这些 比得少 比得慢 不够 快点 那他就叫你现在比多一点 那他就叫你比多一点 你未大反攻的时候也是听到这些 是 那就对 我已经听到麻木了 拼不了你 不好意思 这个乌克兰在处备西方军备后 其实在6月就发起大反攻 但是乌军在俄罗斯的防线遭到重兵的防守 而且也是大量的暴雷 所以在什么报纸 真是大亦不道 就是发生社 他说 这个不仅是发生社 美国之音的 VOA 德国之声的全部都说 大反攻 效果有限 这个也是现实 如果有的话 你不是立刻打鼓吗 就是了 你也说过天这么大 如果有进展的话 破第一道防线 是 但也破了很久了 是吧 原来 他们 扎尼斯基就说 在这个总统府的公开谈话当中就说 所有的程序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缓慢 从制裁 到提供军备给我们 时间就越拖越长了 我们民众就越来越受苦了 又是说你的帽子扣得这么大 其实 有点是道德绑架 就是说 自须你 搞得我们这些民众这么惨 其实 最麻烦的是这个俄国 就在俄占区举行地方选举 基辅当局就说 这些 是一场骗国 OK 那你又这么生气 不过这么说 他肯定也要表态 乌克兰外交报也说 俄罗斯在占领地区 举行的假选举是没有价值的 更加是指控 这个俄方是严重侵犯 乌克兰的主权 最搞笑的 这个台媒就说俄罗斯举行这些 地方选举 就是 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说他败仗的 出现了 这些 乌方搞的那些 文化抗俄 是不是没有办法呢 在前线 也是败仗的 这个 是不是 败仗以情 所以 搞不了前线 真的吗 没有中线 那些文化抗俄 搞文化抗共 热狗 热狗 没错 抗俄 当然 文化抗俄 这个俄罗斯就说 现在在 乌克兰的 洞涅池 劳金斯克 扎波罗热 客耳虫 台湾就叫客虫 你以为那些 安徽的那些 不是那些 好像是皇山有形客虫 而有错 请指证 这个四个地区举行的 这个地方选举 还有克里米亚都是 俄国 还没在那里取得所有控制权 他答得这么 完妙 俄罗斯居然说 还没在取得所有控制权 那么确实 事实上也是 这个乌克兰就说 俄罗斯希望 即将登场的美国总统大选 能够减少华虎对基辅的援助 他就说 美国人是支持民主 力挺乌克兰 支援我们 是奋斗 很重要的 这个不是没有条件的 是有条件的 如果他们生活觉得 接受不了的差的话 就对你的支持力度 不单止美国 其实欧洲也是的 对你的支持力度 就一定会减的 没错了 这个扎尼斯基也说 他就承认 乌克兰虽然获得两党支持 但是共和党内出现了乘音 有些人就说 对乌克兰的支援减少 其实不用说有些人是那些多 那几个比较出名的共和党总统 初选后选人 最好人气那几位都说要减少支援 扎尼斯基也说 虽然战斗可能继续 他仍然在乌克兰要举行选举 并且说他的政府准备好调整战事的限制 确保合法的投票得以登场 不过要西方付钱了 他就说我准备选举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必要 我们就准备好 就看是没有人付钱 当然你自己应该就不会 讲开还有一个 我们也说过Elon Musk 马依隆 说一下马斯克 这个马依隆是台湾的翻译 阿龙 什么事呢 他不是在 克里米亚 星链那里关了 有些就说根本没有开 有些就说乌克兰叫他开了 令到他们可以攻俄罗斯的 军南 当然马斯克有没有做相关的事是有的 现在乌克兰再次揉爆 扎尼斯基好兄弟 也是扎尼斯基总统办公室的主任 波多里压克 他就发这个X 这个很好笑 是这个 是这个马斯克的X 管治之下的X 就是前清推特 现在全部媒体的括号就是前清推特 这样就扎尼斯基罗斯 而且加上他 几个狼啊 加上他 就是指名道姓 不理那么多 原来 他就发文 痛批了 尼斯基罗斯 就说你介入 你的介入 导致乌克兰平民 很多人离世 形容无辜的百姓 就是离世 所以就说这个 尼斯基罗斯的无知和自大 令到乌克兰民众是负想 中要代价 不住 是不准你攻额 那些军南 好像就没什么直接关系 还有他的道理好像都讲得通 如果你搞到俄罗斯气洞核 没有的话 谁更惨 全世界都很惨 不单是乌克兰人 他当然 什么都说关事 他就说 不让乌克兰无人机 和无人艇 透过声链 还有 干预 令到我们不可以摧毁部分的俄罗斯舰艇 马斯克 令到这支 舰队 对 乌克兰城市 发出的 导弹 令到很多平民离世 就说你应该负责任 他就说 为什么有些人 这么 迫切地为罪犯 以及 为想拿下人的人辩误 其实是指名道姓 加了一些马斯克 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邪恶的 或者 是助长邪恶的 你不要忘记 Elon Musk 他脾气都很差 他就不会不挽载你 但他可能会玩你一会儿 另外乌克兰副总理 废多罗夫 其实昨天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 马斯克在事先没有取得他同意下 就说 令到他的传记作家 这个 Elon Musk 在分享星链的军事机密 为了这个分享 不是写传记也是这样的吗 写传记 需要经过全部 涉及的人物的 同意 可能要的 某些人要同意 但是 和军事机密 其实 这些事情发生了 是吧 亦都说 我从来没有公开 展示或者谈论 我们之间的通讯 因为对你没有理 撑你 又理的话 你不公开吗 凭你们这个国家之前 那些高官的动作 当然 乌克兰人也是很惨的 但是 有这帮人统治之下 其实我觉得都挺惨 又死硬 当然 这个Elon Musk 以后肯定会被他继续追击 人间有爱 什么事呢 原来 有爱是来自 这个日本 他们自己说自己 原来 林方正 昨天 去了基库 就说 支持乌克兰重建 支持 什么时候付钱呢 听了战先说 你问知不支持 是人都会支持的 肯定要停了战才可以说的 是呀 他当然说到大了 林方正 突访乌克兰基库 扎里斯基 和外长 方包车人 傅列巴 会谈 他就说 日本决心 和乌克兰共同进退 直至到乌克兰恢复和平 以为直至消失天与地 林方正 之前去了若旦 埃及 还有沙特和乌克兰的轮角 波兰 坐火车 这个都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一般来说 不坐飞机 坐火车就是去了乌克兰 这个也是2022年 澳乌战争 日本外相首次访问乌克兰 共同社就说 日本是最后一个派出最高外交官 访问乌克兰的七国集团 的成员 郭 其他G7的外长都已经去过基库 他和扎里斯基 一定是有联合的 新闻发布会 昨天他们就说作为今年G7的 轮值主席 日本致力于推动G7 向乌克兰提供 援助 强化对俄罗斯制裁 日本重新 和乌克兰共同前进的决心 以及会援助乌克兰 直到乌克兰恢复和平的一天 林方正也承诺 日本外务省将会成立新的部门 帮助乌克兰重建 它的经济 为了推动日本企业 在参与重建 多名日本商界领袖组成的代表团 原来 都挺累气 去乌克兰 始终 有时候这个俄军都会呸 其中包括日本的电商巨头 乐天集团的CEO 三木谷浩市 和医疗设备公司的总裁 板野节评 也有 这次推动 明年年初 入乌经济重建推进会议 明年年初 是这场战争 会不会言之常早 你说的事很专 就算你开了会议 座谈 你说的事很空泛 你计不了 你计不了数 林方正 当然 在会议谈当中 向乌克兰官员介绍 就说会 尽力帮乌克兰 预计将会出席 议会 一位 人士的演讲 当然 现在 乌克兰方面 对于日本企业的支持 抱有很高的期望值 会不会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对呀 好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也很厉害 就是这个 俄乌战争之际 西方的盟国 原来昨天 在波罗的海 举行了大规模的 军事演习 这些军事活动 当然 立陶宛媒体 报得大大声 原来总共有来自14个国家 大概是3200名士兵 参加了 但是不是立陶宛主导 虽然波罗的海 是德国主导 因为欧洲大国 就是 德国主导的 北部海岸23号演习 这次演习 总共有30艘舰 参加 还有19架飞机 以及各种登陆部队参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的发言人 叫 Darren White 他就说 乌克兰 现在这场战争 已经从根本上 改变了波罗的海 安全局势 这次演习 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就是 北约翠士 是准备 保护盟国的每一寸土地 那么惨于演习的 有意大利 法国 芬兰 埃沙尼亚 还有丹麦 加拿大 比利时 拉脱维亚 立陶宛 荷兰 波兰 瑞典 美国 这次演习的负责人 就是德国海军少将 海十 他就说 这个是德国海军第一次被要求 规划 并且是实施这么大规模的演习 以前多数美国佬搞 就说 北部海岸系列演习 是由德国海军 由2007年发起 这个演习每年 都会由 德国 丹麦 瑞典 和芬兰 轮流负责 波罗的海不是应该是三国负责的吗 原来是找那些有钱的学家搞的 这个德国海军也说 今年 是 首次在 北约联盟防卫框架内 演习 实现 情境 今次的 这个 演习是拉脱维亚和埃沙尼亚沿海 和境内进行的 这个俄罗斯也会定期在波罗的海 举行海军演习 通常是为了回应北约在这个地区演习 莫斯科上次 在这个地区就举行了演习 不过 都不是很远 8月初 OK 好 第二则新闻 这个当然 波罗的海三傻都是耶文耶母 最后则新闻 讲一下英国媒体 原来 英国《卫报》 就有一篇报道 就是报道蔡英文的任期到明年 一月就到了 但是这篇文章 就被国际政治观察家 方 英格律师 发现 其实他是西人 他在台湾长住 发现这个错误更加指出 明年一月举行的 只是总统大选 其实这个纠织是胡云领的 真是谁都知道 这个新总统的引号 就是5月才发生 他就说 有没有搞错 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不记得 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加一个框呢 对 因为不重要 对他不重要 就不记得 说真的 也是那句 台湾 都只不过是 中美关系紧张 的延伸 当然 不紧张时 都是延伸 中美关系的延伸 实际上你真的很重要 不重要 方英格 因为他也是一位 比较有台人士 卫报 和他分析国际形势的政界人士 还有知识分子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你们不重视 难道他们的铸台记者在发文时 都没有事先检查好吗 这些很重要的事情 不重要 是要检查的 但是 同时你不能骂一下台媒 经常那些 这些新闻的配图都是95 都是95 是的 这个是 这个真的是 乃宋德的新闻 是非裔人士 非裔人士 你 是的 不当然了 方英格 我问你 方英格先生 麻烦你 你都不想 你记得 都要骂一下台媒 不行 不可以双重标准 他就说 难道他们 不知道 是 那些事情 正在发生的吗 方英格经常强调 台湾政治人物 媒体和 选民 不应该 过度关注外国 专家的观点 那些专家 来台湾好远 每次都是 每年都做访几次就算 往往 依赖他们 自身的分析 这些分析 未必符合台湾的正确状况 不过 他都认为 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政党 仍然 继续对某些外国学者 或者前政府 人员抱有一个 过度崇拜的态度 是不是指这个 坚鱼盆石 蓬佩奥 这个是 你想想 你不要说 虽然 现在立陶宛 每个月都派人去 初初时候 他们一样 看到 这个外国有人 怎样 有台人 怎样 其实 最后帮到什么 卓卫斯又怎样 我们有节目都说 卓卫斯 其实说真的 他都知道自己没得做才这样 如果 我相信 每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他还是想登回 他们国家大位的话 就是不会 是 说台湾是个国家的 是吧 这个 其实如果你这样说 你就好像赖清德那样 现在他之前说过 什么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就被人遮掩这句话 是吧 当然可能他之前就觉得 我是奶神 在台南我拿很多票的 台南的霸主 在选举的时候 你出去 其实 说真的 你以为 我整根时间都已经吃顿饭了 阿哥 你是谁 你哪位呀 习主席吃顿饭 跟这个王之锋说 习近平 我愿意跟你 对话 你愿意呀 你想呀 全部是你单方面的说法 别人想不想 想想 拜登也说 我都想跟习近平见一见 结果朱二十都见不到 是吧 还有一个简特 NBA那位 球员 前NBA球员 没办法打 我不介意习近平 跟我谈一谈 这个说得更大 人家要不要见你 你不介意呀 你是谁呀 谁呀 我想问一下 这些人多数都说得很大 好像乃清德 除非你好像马英九 马英九是承认 九二共识的 你肯不肯 你民主进步党就不肯 拔走台独江领 所以你自己 其实你自己框死了自己 这个也没办法 你们要是满足那批深入的选民 只可以在这个框里面 不断地走 不断地 是玩东西 但都玩不了多少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下节 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就这样 拜拜